如果资金慢慢流回发达国家 新兴市场在11年还看不看着呢 还有是否应该投意多些发达国家呢 或者是可以追落后呢 如果这么说 其实我会预计 美国第一至第二季的市场会有惊喜 是的 还有如果我们看回道瓶斯指数 其实11711 就是已经在26个月的高位了 升得很厉害 说美国的经济 预期未来可能会不错 有大行都说 美国在第一季 即2011年的GDP增速 可以去到3.5% 真的挺看好 所以阿Kem你也看好是吗 头那半年其实是应该会挺好的 是的 还有呢 如果除了美国之外 2011年值得留意的 会有什么国家呢 其实就是 最主要那样东西就是 我们会看好一些发达国家 在头半年的发展 为什么呢 其实看回刚才提到的趋势 就是因为新兴国家 现在呢 譬如巴西 中国 甚至乎印度 都相计会加息去压抑通胀 所以资金呢 亦都会有个 我们叫做社院途近的现象 就是回流一些 可能一些 发展了的Fundhouse 他们会把钱 放到本地市场 是的 所以就是可以 头一季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留意回美国 除此之外呢 依然 好像刚才提到的俄罗斯 我也觉得呢 是 可能会有一个继续的增长 俄罗斯 那是不是跟整个有关呢 除此之外呢 其实有个挺有趣 而又有 有效的 大的 event 会在那里举行 就是呢 我们都看回 原来呢 2018年的世界杯 是被俄罗斯拿了的 OK 那2018年世界杯 在俄罗斯里举行 但是我们现在 是不是就可以留意着 为什么你会这样看好呢 是的 因为我都会看好俄罗斯 继续受惠于能源 还有是它那个股市的落后 就是上一集我们提过的市盈率 其实它只不过是9至10倍 明白了 那就是说 2011年環球股市 可以留意着 美国 俄罗斯 头一季 头一季 可以先留意着 但Ken啊 另外呢 我还想问内地股市 因为呢 其实刚才你教我们 看回2010年的成绩表 但是看到呢 就是上证综合指数呢 都一样的 一样的 在跌幅上有它份 是 升又没有它份 是 但是看回好像 中国经济呢 在2010年都升得不错 但是 到底2011年呢 我们内地股市又怎么看呢 是 其实呢 如果我们看回 上证综合指数呢 全年是 去年是大概跌了一成左右 都是介乎在2800到2900那个区间 是 其实呢 未来中国呢 我会用四个字概括 促势待发 是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会见到 中国的经济呢 会继续是受到加息的阻力困扰的 一些宏观的调控 因为始终 压抑通胀 会是国家的任务之一 是 所以呢 在这个加息的阴影之下呢 我自己会预计 头一二季呢 可能都会是维持于横行 或者是 少少稳步上扬 但是当一个加息的压力 是已经是厘清了之后呢 那我自己都会挺看好 可能第二季尾或者第三季啦 那当然到时要看看 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了 明白了 好了 最后呢 还想问多一点点 就是有关于商品的 我想问一下 譬如好像 油 你刚才也有提到 预计都是继续升的 那譬如金 你又怎样看呢 嗯 是的 可以看一看 这个资料 我又看过往的商品表演 那也是 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商品的表演 其实都比我们的恒生指数 都比我们的恒生指数 是的 所以我经常都提到 观众一定要个眼界放开些 那如果我说回金的话呢 我会觉得呢 可能短期 会是受压于1360左右美金 是的 那因为呢 几个地方会加息 那持黄金其实是没有息收的 那可能会有一些资金会流走 那但是长远其实我都会看回 1500、1600元的 但是就短期可能会有一个调整压力 是的 那石油就 依然是看好 会是100元美金 都会碰一碰 好啊 多谢阿Ken这么详细的分析 阿Ken不如你预告下一次上来 还会跟大家说些什么 好啊 如果大家可以留意下一次 1月26号 今天讲过很多不同的市场 但是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那我们下次也可以研究一下 用什么不同的工具 会适合投资不同的市场 好 多谢阿Ken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看一看投资者 投资涉及风险 投资之前 记住做足功课 如果想重温节目内容 请留意以下网址 有问题想请教专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